大家好 美國參議院民主和共和兩黨推出一個限制法 有媒體言論是美國最難的國安法 這個法案建議商務部長審查和禁止 對每個國家安全構成風險的愛國對手 將香港插入了入面 其他國家還有什麼呢? 有中國、有俄羅斯、伊朗、朝鮮、威尼瑞、古巴 我想不是很意外 因為你從美國近一、兩年 或者兩、三年對香港的取態 它都應該當香港是沒有了兩制的 它是當這裡是大陸全面接管的一個城市 既然香港已經在美國眼中不是一個另一個制度的地方 它變成的看法是跟大陸其他城市看齊了 如果它制裁大陸的話 它自然會制裁香港 其實你看到它的路數是一脈相承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整個制裁 假設香港又被美國國際社會制裁的話 它會選擇其衝 它要哪一類 它的焦點在科技那裡 通訊其實都是科技的其中一環 我想那個階段不同了 譬如說你最初的時候 在打貿易戰 貿易那裡是有些動作 然後有些好像想打金融戰 後來又不知道有沒有打到 然後慢慢的那個領域不同了 那些做法在這裡 也一直在調整 譬如說之前可能是針對一些個人的制裁 你看到 譬如香港的一些官員都被它制裁了 但是整整一下它也都可能不是這樣 它曾經試過擴大的範圍 就是將個人擴展到企業 譬如說針對一些企業的制裁 但是現在其實你看到也有的 但是那個 就是那個做法不是說在這方面升級 反而就由個人變成了個別的企業 去到現在說是一些行業 整個行業去看 那你都可以說是在升級的 其實由個人升到企業 再升到去行業 現在就是一個行業去處理 那如果整個行業去下手的話 就 影響面應該都是大了 你可能不是說某一間企業會 有一些進出口的困難 但是你可能是很多企業 比如說你想進出口某些東西 那麼那裡會卡住 那變成其實牽連面是大了 很多企業都會 那天《金融事報》就報導 就是說 就是省美華的周卓華 他說他這間帕拉的公司 就要涉嫌幫俄羅斯運食油 那麼就違反了聯合國的制裁 當時那篇文章也都指香港 香港其實就是一個白手套 這種所謂的白手套 其實都要看一看是否真的有什麼事情發生 如果你本身是真的有歧視的 其實它才能下手的 如果你沒有的話 它都難 但是其實如果你看到香港現在那個演變 就是越來越跟歐美那些陣營沒什麼生意做 反而就多了是跟一些傳統 譬如說共產陣營 甚至是一些叫全世界正在制裁的國家 那沒有類似它做恐怖國家 但是起碼那些陣營 其實你看到香港現在是接觸多了 我想香港現在還未公然去到 跟那些伊朗、北韓那些擺明被人制裁的國家 有些很公然或者很強的聯繫 但是其實暗馬底是會有的 這個一直都知道的 譬如大陸現在和這些國家都是有來往的 那你有來往的時候 有一些位置是會驚到香港的 就是你講的是資金沒有什麼都好 就是過往可能美國不撩出來 他不撩出來 他可能一直都知道 他不撩出來說 他現在想這件事升級的時候 就撩出來說 那些撩出來的時候 那些撩出來的時候 自然你覺得好像多了那樣 那牌他拿著手 差到他什麼時候打出來的意思 所以其實一直都有 但是隨著你跟那些陣營的關係 如果那個關係 經貿或什麼都好 越來越強的話 那很容易猜到一件事情 就是這方面 給美國將的機會也是越來越大 人民幣國際化的話題 中國和俄羅斯之間 在俄羅斯進入烏克蘭的時候 是用人民幣去交易 那其實現在看到最新的報導就說中國和巴西 也都簽署了貿易和金融的交易 也都是用人民幣去交易的 那其實中國和巴基斯坦 還有都有些多的 都相當 差不多十幾二十個國家都用人民幣去貿易去交易 其實現在可能都有一些風在你吹 人民幣國際化 是不是會成為一個趨勢呢?人民幣國際化的前景要去點 各個國家都在去著美元化呢? 我想就是你用自己貨幣交易呢 其實不是新鮮的事的 就是從來都沒有任何第三者阻礙你做這件事情 比如說你兩個國家之間 你中國和任何哪個地方 當你說要做這種的交易是可以的 但是 為什麼都要經美金? 因為一直那個問題就是 如果你那個貿易不是一個對等的貿易 就是所謂不是對等的 你可能是單邊有個持續的淨出口去另一邊的話 那你一邊會維持著另一邊的貨幣 那這裡是有個困難 就是拿著你這麼多貨幣 那怎麼搞呢? 就算你現在當是一個 就是人民幣有些國家肯拿了 有些肯拿也好 那你那個 第一是大陸那個出口要相對少 就是它要買對家 對家來說就是對家的出口 大陸的進口 那個量要相對多 那你那個過程才會有多了人民幣 是一個淨流出 那對家會拿著你的人民幣 那如果你調轉頭 譬如說你現在大陸和巴西做這樣 假設情況是調轉的 那你就大陸保持著拿巴西那個貨幣 雷亞爾 那問題就是你大陸裡面的人 想不想拿這麼多雷亞爾呢? 這個是一個問題 你的政府未必很想拿著 就是它不是一個國際的貨幣 拿這麼多儲備那裡第一成問題 第二就是就算你譬如說 好了 調轉來說 你和大陸那個貿易夥伴 它是 那個夥伴是出口比較多給大陸的 那它收了人民幣回來 那政府肯拿也好 那企業層面肯不肯收這個又是什麼 就是你政府肯用那個儲備 第一 政府未必說想拿很多 它可能是有一點的意思 但是它的壓倒性是拿著整倉人民幣 它未必是 第二就是說 始終人民幣都不是國際流通的 第二就是說那個企業層面 如果它不是很想收人民幣 那這個也是問題 譬如它收回來的時候 它就可以很容易給它自己的政府 拿回它的本幣 或者拿回美金 那這個也是一般企業的考慮 那第三就是那個匯價的問題 就是如果你的匯價是穩定的話就沒有問題 那如果你保持著升值的話 那當然有著數 但是其實你看到過一段時間 如果人民幣 你會看到那個貶值的壓力 是長線來說它會有的 那你怎麼看到呢 譬如說你起碼現在 歐美很多地方在加息 還在收稅 但是你看到人民銀行已經在降 其實它已經在寬鬆著 那你在寬鬆著的時候 其實那個幣值應該來說 那個基本的數字是相對來說 是會告訴你差一點的 那所以幾樣東西加起來 我懷疑就 政府肯推到好民間那個層面 其實肯不肯擁有另一樣東西 那還有你說國際化 其實現在很多時候 國際化不是那個貨物買賣的層面 大部分的錢都不是拿來貨物買賣的 都是在那個金融市場那裡 金融市場其實你人民幣沒有什麼產品 就是拿著那麼多人民幣都棘手的 譬如說政府拿著你那麼多那怎麼辦 那當然你大陸可以發債 但是你現在大陸發的那些人民幣債 的息不是高的 就是比美債息都低一節 你的息不是高的時候 就是從央行角度拿著廣東是不著數的 那還有拿著債之外 譬如說你去到民間層面 他拿著那麼多 他有什麼賣的 他沒有什麼賣的 他一定要和你買東西 但是如果你本身 你人民幣只出的話 就是出了給那個國家 那個國家其實 在買大陸的東西來說 其實就不足夠了 那你不足夠的時候 他一直保持累積增加的時候 他都要想一下怎麼搞 所以這裡有一個困難 還有一件事就是說 如果你這些 就是其他的零散國家之間的貿易 其實都不是那麼強 那你之間的貿易不是那麼強 你說這個網絡 這個網絡要形成一個圈 其他國家 就是中國以外的其他國家之間 有一個人民幣的交易也是有困難的 那大家覺得貿易是不是真的打通了呢 就是關稅在各樣方面 是不是有些協議在那裡 我不知道 但是現在從人民銀行的角度看 前陣子也是可能有些害怕的 害怕的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有很多人民幣出了外面 就是他在外面 他作主的 怎麼搞 那其實他沒有高低的話 他可以動到這個匯價 就是前陣子也有些揣測 是猜測 就是我才收了這麼多人民幣 就在一個offshore market 訂出來 搞了它的貶值 就是傳了 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其實這些可能不是沒有 那你如果真的發生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不是說你要控制匯價就能控制到 人民幣國際化 是不是等同人民幣可以做一個國際的貨幣呢 那現在大家知道國際貨幣是美元的嗎 怎樣才叫做國際貨幣 就是大家 就是很難有一個定義的 給你們要不要 給你們要就是 不要就是不是 就是你有很多雜誌 雜誌你拿起都不知道是什麼 你給一般人是不肯收的 那這些就叫做不是國際貨幣 那你起碼現在人民幣 你不是拿到哪裡都可以這樣用的 就是你美金你去到哪裡都可以的 歐元也是的 大致上你去到哪裡 就是你說 你說換回本幣不很難 但是人民幣是不是那麼容易的 就是你很簡單你去到某間某個國家 某間找換店 那它收不收你 收你的價格可能都很離響離辣的 就是或者有些事情就不收了 那你這樣就有問題了 就是那些地方都有個問題就是它 它肯要你的話它怎麼回籠回去 就是除非本身那些地方是 就是跟大陸已經成立了一些關係 如果不是說你兩個貨幣局 如果沒有一些協議在那裡 那你拿著對加一些錢 其實你都很難說 就是怎樣調回去的 就是你有一些swap那些建立那些 就是有這樣的機制才行 如果沒有的話 我看的不是太容易的 所以暫時看 你就算說swift那個 就是它都經常拿來講的 說貨幣交易那個 其實人民幣的使用那個比例 都是2、3%左右 都不是高的 2.2%好像 是啊 暫時看到美元好像44.6% 是啊 所以現在這時候說人民幣 國際化是不是就是一個 一個假設性的言論呢? 還有我看到有些媒體說 去美元國際化都要入罪 我也是那句 你如果看那些英鎊、日圓那些 那你在國際用來買東西 都不會拿它用的 但是 就是你這樣比的話 人民幣跟它差不多 但是你又可不可以說人民幣 就等同日圓、英鎊這樣的地位 那又不見得是了 就是你起碼在那個匯市那裡 就是大家那個Active的程度 或者那個流通 或者那個 所謂的那個魚鎊的Outstanding 其實都差很遠 那你始終 始終你那隻貨幣 你不是官式那樣 是開放的門口去推 那個國際化去推出去 其實它可以的 它可以的 它不敢的 你比如大陸一聲說人民幣國際化 打開門口你可以的 就是外面都叫你開的 叫了這麼多年 因為不開 你自己不開 你不開的時候 就是你始終不流通 你不流通 或者有很多東西是 你不是說拿走就拿走 拿入就入就出就出 那你這樣的時候 變成人家 就是對你那隻貨幣那個認知又不同了 你始終不是一隻free flow 或者free exchange的貨幣 其實中共推人民幣國際化 其實它有什麼目的呢? 我看到它2000年開始已經在推 今年20大也在說 有罪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這些方式不斷地不推 沒有什麼意思的 其實很明顯想搶美金生意 因為美金其實 其實國際地為了這麼多年 它最優勢的東西就是銀之陰陰 就是不肯就是你的錢 就找回來 他的錢就印出來 那你這些 這些談五優勢的生意 當然是大家都想插著腳踏 但是就是 就是那句 你是不是說插著腳踏就有份呢? 就是這個都 你看歐元 歐元已經是之前 德國、法國、意大利 那堆貨幣這樣聯合形成的 一樣新的產物 但是其實 它最多拿到美金的一半份額 無論你拿交易、儲備 或者什麼都好 美金的一半地位 大概 那你如果排第三、排第四 就四分之一都沒有 就是 美金 你現在那個市佔率大概一半 就看你怎麼計 你計算貨物交易 還是說計金融 什麼 就是我計法 有些上來有些不同的 但是 約沒有一半 歐元就四分之一 其實你剩下那四分之一的市場 就不是說八分之一、十六分之一 這樣下去的 其實每一隻的比例都相對很低 就是三幾個百分之一 你數到第三大 日圓、英鎊那些 都已經是差不多的比例 所以 其實你現在人民幣 我當你排到第五、第六都好 你說要插著腳下去 你要挑戰美圓 挑戰歐元這個困難 不要說挑戰美圓 所以我想這盤生意是很著數的 就是錢有的隱隱 但是其實不是太容易的 始終尤其是 現在這個年代 大家那個錢 如果真的有很多 很靜的 都是在一個金融市場 你金融市場現在 絕大部分都是美金計價的東西 就是歐元 歐元差不到一半 差不到美金一半 就是美金是納了四分之三以上的市場 甚至有些說八九成 其實你金融市場 差不到你腳進去 你只是在譬如說 貨物、服務那些貿易那裡 你其實做了多少事情 那裡不會做了很多事情 嗯 香港就說是最大的 人民幣離港中心 現在你見到有議員 又在那裡發熱推議案 就覺得香港要去推廣人民幣國際化 香港交易所 現在只是徒賓人民幣 人民幣國債期貨 還有港幣人民幣雙幣的counter 就是交易股市 如果香港這裡人民幣交易 越來越多的情況下 會發生什麼事情 是不是港幣就會被淡化 或者香港出現雙幣通用 不一定是 你預料到好像澳門那樣的情況 人民幣都是滲透下來的 但是你滲透了香港 你說要堅強把香港推很多人民幣是可以的 推的人來都可以 但是不等於國際化了 人民幣滲透了香港 香港香港的鬥遠五大地方 你心疼人民幣不來 用意而已 是不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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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